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来教各位菩萨所分享的主题就是人生的国政 曾经有一个老师他与两个学生去部队上准备要表演 那么老师呢他生在部队上 老师用于一世人在部队的经验到部队上的这些基讯呢 他就开始表演 哦 这样一路 这样跳 这样摸 他这两个学生呢 看到呢 这样白色流 白色地 那么老师他表演的时候 那两个学生 他向上看对方 这样整个面子呢 都是白色的 第一个学生 他就问另外一个学生 他说 你是在好什么 那么欧望的这个学生呢 他说 我看着老师表演得这么好 因为老师表演了有够漂亮 有够好 我看得很感动 那么在这个家的时刻呢 回答了的这个学生呢 他又问另外一个 他刚才在那边问的那个学生说 那不然你是在好什么 这个学生说 我 我看着老师表演这么好 我就想着说 我不知道还要让他说几年 才会发作像老师这个工夫啊 所以说在这里 各位佛神 同样的一个学生 它有两种情 同样的一个导演 它有两种的说法 老师他表演得很好 一个学生他很感动 另外一个学生 想着说 我如果要出塞了 我不知道还要让老师说几年了 他们处在这个故事里面 他就是在跟你说什么 人生的概率各自不同了 扎金佛德 他在设位层的时候 他在设法 他在设法 他在奇缘金色设法 那么当时呢 他在当中对大众BQ 那天呢 就是国王波斯逆王 他也来到现场 波斯逆王 他来到现场 他这样 尊教佛礼了 这样把佛德顶礼了 乖乖正正在旁边要听佛德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佛陀 他看到波斯逆王来 他说 哎呀 今天我们的大王来到我们政省 他也是要来听佛法 所以在今天呢 我要跟我们的大王说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是有关我们每一个得欲的反复 他谈欲了 地数呢 这个人生生死轮回了 那么当 世尊公到这里的时候 波斯逆王 好 他就很有精神 他就准备要听 世尊他是怎么开始 世尊说 战金有一个流行的人 这个人呢 他有一天 他在流行的时候 他来到一个恐怕的这个方向亚外 这个流行的人 他在方向亚外走路 他在一方面欣赏到这个方向 他在十五岁到后一站的行政 要怎么安排 那么在这儿走的时候 乡乡乡乡乡 哇 那个流行的人呢 在那里流行 他想不到说他的后边有一只大穿的家族 所以他走到呢 他这样 走到他就开始打开就终了 一直终终终终 但是 穿的八 我们人才会走得贏他了 所以在这个家 那个在那里流行的人呢 他看着大村来 他没在味 他也没在外壳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结果在这个时候看着头前有 他有一个高枕的 这个高枕的 刚才在方向亚外 很明显 他就是在头上 在这个时候呢 那个旅行家 他就说 哎呀 有救 有救 这个高枕呢 我暂时 你把高枕里面美一下 大声 他不敢跳高枕 应该我的生命没问题了 那么当那个女神家呢 那个流行的人 他走到高枕的时候呢 他说 好 合格 他知道 刚才有一张手的手 他的手筋呢 等头上生到妹妹 其中有一支手筋 他刚才随着到高枕里面 那个流行家呢 他看到说 有一条手筋随着高枕里面 他就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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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麽才高兴 他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因为高枕里面 他就慢慢慢慢进去 结果在这个时候 八到半中 这个流行家呢 他说 哦 应该是有更安全 结果在这个时候 结果有一个怪怪的声 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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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 牙头一看 哎哟 两只鸟齿哦 这两只鸟齿 有这些是黑色的 有这些是白色的 这两只鸟齿呢 在上面呢 在掂头啊 尤其掂到的呢 掂到 他在那里牵的这支 手筋的上面头 哇 这个流行家呢 他就烦恼哦 烦恼什麽 他说 只要这种 这两只鸟齿 一直掂一直掂 没有多久这支 手头呢 他绝对 会让他掂回去 如果掂回去的时候 哇 他就要塞在高枕里面 塞死了 所以说呢 当这个流行家 他在这个时候呢 他想说 这样我没想到其他的出路不行 我不行跟他摁忙 这支手筋 因为这样危险 结果在这个时候呢 他在那里找出路 他在找出路 结果 那个流行家 他发现到说这个高枕呢 这个招臂呢 有四只独座 这四只独座呢 都在那里脱身 那身很恐怖 人家是去独座 那独座 那独座就是 靠身里面 这样 主力在人的 身份里面 这样 这个流行家 他想说 我如果是去独座 我会死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那个流行家 他担心担心 他再顺这个手筋 原来说 他没要手筋了 他要另外找生路 但是他没法 他想不开这条手筋 这个流行家 他担心又对手筋 又一直拼一直拼 因为独座在那里 一直走一直去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好 流行家 他得到四只独座 这个独座 独座的 独座的 这个威胁 结果不得了 看到独座在那里 有一个独座 独座 独座比座更大 而且 那两个锤 如果开开的时候 好 那个独座 让这个独座 让独座 他又要恐怖死 他说 如果再落的时候 会去独座 这个独座 这个时候 独座 他对到佛道所说的 那个独座 那个独座 那些独座呢 好 他也是对他坚重 那些独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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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不容易 离开独座 这个时候 那些独座 他会嘴 开到那个座 他可能生不老了 那么独座 他怕独座 他又怕独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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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 他出门 说要出来 看一个风景 就遇到 这么困难的 威蝎 这个时候 鸟座 继续 掛囧 在这个独座 上面 一直掛 一直掛 那么 那个旅行者 他扭到囧座 之后 他扭扭扭扭扭扭 所以 整支囧座 都在哪里 扭扭扭扭 扭一直扭扭扭扭 结果在这儿扭的时候 想不通 这张的钱 我在家上 有一个 这个 唱诗 结果在黑心 人的过程内 计计 对意 那些 反过风糕 这些 Guess 哼 刼 从那里 至 肯用 appointed 那个时候 那是 旅行者 那個流行家 他很緊張 他整個嘴裡開開 那個嘴開開的時候 結果那五地 這個蜂蜜 這個香蜜 就在那個嘴裡裡面 到那個嘴裡裡面 哇 原來很緊張的 這個旅行家 他發現到說 那個米才會這麼好吃 那個米的香蜜才會這麼美 那些人 他們家呢 他不記得剛才的飛行 他不記得 高尺裡面有一隻獨棉 他不記得 他這個高尺的壁邊 有四隻獨棉 他不記得 上面兩隻尿齒 在那裡開手間 在這個時候 他在那裡 這樣開念 那五地香蜜 好吃 甜 又香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剛才那個過程 那個過程 整個樹全都在那裡搖 好 從那裡搖 搖到那個浦霜裡裡面 蜜蜂都 Packit rund 當蜜蜂都造出來的時候 每隻蜜蜂就四個黑白背 結果有一群蜜蜂 他就背了股墊裡面 開始他要把露行家給他頂 他要用他最獨特的刺來刺 露行家說慘了慘了 波斯女王聽到這裡也說 哎呀我們女神家 他這夾做就不會過了 結果還有波斯女王 局情不是說到這裡 局情又怎樣 他說在古墊上面 旁邊那張蜜蜂 會帶出來鴨草出來開火燒 喔那個鴨草這樣火耶 那這麼暗這麼暗 一直燒到這個蜜蜜蜜蜜蜜蜜 幾張圈子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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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沒辦法 所以波士尼王聽到這裡的時候 他就沒辦法了 他說這個越嚴重 這個在那裡越有的人 他是怎麼這麼危險 生命這麼危險 這樣窩窩窩的時候 竟然像我上 五滴香味滴下來 滴下來他的嘴 他還在那裡享受那個味道 他都沒想到說生命危險 生命危險 波士尼王當他跟佛道問這個問題 這代表什麼 代表波士尼王真的有把這個故事 他很在意來聽進去 那麼在這個時候 世尊聽到波士尼王剛才這樣問 他味道的笑 為什麼味道的笑 因為他感覺到波士尼王 他一開始對這個故事裡面 很多問題他在申請 所以世尊怎麼回答這個波士尼王 他跟波士尼王說 他說台王 剛才說那個流行家 他在風高亞華這個曠野 什麼意思 他就是在譬如說 我們這個道路的繁複 沒有開孤 沒有整個的繁複 他這樣生生生生生去無名 生死不斷輪迴 在這個生死輪迴 裡面的時候 他沒有開孤 這是第一 那麼第二 佛道他還繼續跟波士尼王開始 那個旅行家 那個流行家 他是在譬如什麼 譬如我們世間的繁複 我們世間的繁複 我們世間的繁複 他不斷生生生生生無量 進來 他在三個 歷道 其中 輪迴不易 都不停 我們在這個三個歷道裡面 我們都不停在生死輪迴 那麼在這裡 最主要你生死輪迴 你無法處理 因為沒有人跟你說 因為你沒有這樣收 你永遠在這個 人家說這個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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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大火 上面蓋過 你總沒有路 所以佛陀他就是在跟你說 今天 我們就是在 無法處理的歷道裡面 在生死輪迴 那麼 這個時候 波士尼王聽到這裡 他頻頻點頭 他一直點頭 在他這個時候 他也夢卻 他是一個大王 他這個時候 他去想的事情就是 生死改團 生死改團 所以佛陀他還繼續跟波士尼王開始 那隻大像在那裡 屁屁上擺 擺那個流行家 大像是什麼意思 佛陀他說 大像呢 就是你 他要擺來 他要擺來 他要擺外鄉 不知道 他要擺外鄉 擺後會生成怎樣 不知道 這就是說無常 那隻大像 那隻大像 他就是在比喻無常 無常 無常一來的時候 大家都很恐懼 大家都很不安 那麼佛陀 佛陀他還繼續跟波士尼王開始 他說為什麼 他在頭前有一個孤政 這個孤政 他是在披露什麼 生死 終極告白就是生死 因此佛陀 他還繼續開始 我們大幼的凡夫 整天就想要有夢的 萬俗的凡夫 他經常被無常收拔 是無常給他拔 那麼在這裡 他的生活 他的人生裡面 都是對有夢的走 結果在那裡走的時候 又無常給他拔 所以大幼的凡夫 他有辦法一世人過一世人 這樣生 這樣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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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的 沒有出離 沒有解脫了 所以佛陀講到這裡的時候 他還繼續開始說 當那個旅行家 他走不路了 完全走不路 他在這個孤政上面 他還抱著一絲的希望說 我來美女 我來美女 無常 不可以跟他怎麼 結果在這個時候 他要怎麼進去 他空手 空手 空手要怎麼進去 喔 有一支雙筋 那支雙筋 那支雙筋呢 是由 這個 雙筋 crimin 所以我们是靠到求金才来拥命 意思就是是靠到世命才来云回 兜育的繁夫就是求金就是世命 所以他就要求求金的时候 他发现求金到尾之后会去那两家 尾处够回去 但是他也是出発 因为他就要求求 为什么 因為沒給他撩住,他也沒去掉了 雖然他想說要來找百種求生的資訊 但是他沒辦法 真的這就是凡夫的宿命 他一定要撩住這條雙筋 才有辦法脫離這個大象的殼壁 結果在這個時候不停 上面兩隻鳥齒,一隻黑的,一隻白的 付得跟佛斯妮王說 這就是我們的日夜 白天跟黑夜的意思 我們很想要好好把它撩下去 但是時間的輪轉都沒停 時間到白天,時間到黑夜 時間不斷不斷在流轉 我們的生命不斷不斷在消失 就是在公家 那麼在這個時候 那兩隻鳥齒 一直撐,一直撐 撐什麼?撐仇金 仇金剛才有說 那就是我們的生命 所以他在這個時候 凡夫的生命 他不斷生命 不斷生命 到尾了 他就沉沉兩隻鳥齒 打掌手 然後他就是要面對死亡 說到這個,佛斯妮王 他這個時候他不會點頭了 他一臉的沉思 佛斯妮王他就在那裡想 佛斯妮王,佛斯妮王說這個 佛斯妮王說這個 就像是他 做台王 他要愛什麼有什麼 那麼在這個時候 佛陀他又繼續開始 他開始什麼? 他說 那四隻獨序 是什麼意思? 佛斯妮王那四隻獨序 它是代表 每一個多餘的繁夫 多餘的繁夫 它的構成,它的辛苦 會受到 地 水 火 風 四大構成的身體 看起來勇強 世界上真的為人偏偏偏 那五地的香蜜就是在说我们的无欲 财色名十岁 财色名十岁 就是我们的无欲 所以在这里多余凡夫 为什么无法解脱 就是过度贪求 无欲 当我们明明生命危险 生死轮回危险 但是在这个时候 只要一束地头 丹到地头 他就没记住 一束地头 他就虽然完整 而且马上改变 佛陀在这个时候就在说 我们危险就是危险在这里 贪求你 后来佛陀他说 什么是密封 密封是怎么开召的 佛陀说 密封就是比如我们人的 邪知邪见 明明复法在跟我们说的 这个正路 我们没有听 但是一些 尸体尸建和地生也好 还是白人跟我们团队也好 你就信到有到入心 那么这些尸体尸建 没有一项是要因我们去 对救五辱 佛陀公告家的时候 他又继续说 他说 那个丫灰是什么意思 要注意听 丫灰的意思就是 是指我们人的老 老了会破变 这个老病 这个丫灰 他不用等到尿处 把手筋夾回去 照说 那个旅行者 是手筋夾回去 才会搜到高尘地 结果丫灰 就是丫灰 丫灰 丫灰 就是丫灰 叫做丫灰 因此丫灰 在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的老 还是白 他丫灰也是把我们 戳掉的生命 他戳掉生命 独粮 佛陀说 他是比丫丫灰 丫灰 丫灰 丫灰都会去 戳掉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时候 丫灰 丫灰 丫灰都会回来 这是我们很均定的事情 日夜日夜 这个变迁流传 人告别 世面 他的失望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 独粮 他本身 他就是告别 就是每一个人 都会走到那个感染 佛陀啊 他开始告家的时候 雨中心肠 他跟 波斯尼王跟台中BQ 开始 他说 主委 世间 世间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生命病死了 生老病死 他是一个过程现象 他是一个过程现象 但是最恐怖最恐怖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在生命病死里面 在追求五欲 过度的追求 那个过度追求五欲 它产生的后果 就是生死轮回 它就是生死轮回 所以 过度的五欲追求的时候 政法不相应 政法 他听不下去了 所以一些 尸体尸件的道理 听到就入了 入了就减掉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佛陀 他开始 波斯尼王 说这个故事 说这个人生的 古正的故事 让波斯尼王听 波斯尼王听佛陀 说这个故事 说出来的时候 他入了心里面 在前手未有的 对生命的领悟 佛陀 他会借到这个机会 跟人生的过程 他用一个流行到 他用一个大声 他用一个故事 跟种种这些 的过程里面 跟每一个人 他生死轮回 生死流转的过程 全部说到一千里做了 因此 我们一开始说 一英文外公 两种情 人生的故事 也在刷世情 其实这个世情 就是在跟我们说 每一个多欲凡夫 一定要警惕 对佛法 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 对修行 我们要有坚定的管理 这样我们有办法 出于生死 苦害 各位波斯尔 人生的故事 就是说你 也是说我 是说我 也是说你 是你 是我 都是德国 政府 最好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互持台湾燃灯功德会 邮政华波 户名社团法人 台湾燃灯功德会 华波帐号 50323858 50323858 银行帐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001 202 608 012001 202 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 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灾 点灯 慈悲施食 要供焉供 012001